婚营继续收听《不练巅峰》第4143集 晚辈可晋升八评 这事搁谁身上,恐怕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 杨开的表现倒是有些让忠良刮目相看 杨开确实没有什么怨气,因为他能理解 天修主并非是在针对自己 他的所言所为皆无私心 为了守护那虚空涌道的秘密 蒙奇连自身性命都可以舍弃不要 这么一点点委屈他还承受不住吗 杨开啊,人足大局为重啊 天修主苦口婆心地劝说 见杨开沉默,他还以为对方不愿意 这种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 不往今来都是这么处理的 能踏足墨之战场,已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 相信杨开日后也能够理解 杨开缓缓摇头 前辈误会了,晚辈也并非不明势力之人 前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晚辈又岂能不明白 田修主欣慰汗手,你明白就好 不过,杨开画风一转 听权辈话中之意 若是晚辈日后有机会进成八品的话 这天地权便可不献出 对他来说,献出天地权之后 肯定会有损自身小乾坤 虽然有权品灵果修复小乾坤 但再无法无视墨之里的侵蚀了 在这墨之战场上,这是很危险的 他并非不愿为人族牺牲自身 古往今来,洞天府邸为人族做得还少吗 默默地在这墨之战场上与墨族对抗 无数年如一日投入了大量的人手 三间世界的恩定与洞天府邸的付出脱不开关系 那后方安定的环境中 有他虚公帝的弟子们 有星界的亲朋好友 如果他真是一般的开天境 也会不另将天地权割舍出去 不过他对自己有信心 一直以来相同的修为前提下 他都能做到碾压对手 换言之,若让他日后仅升八品 所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和实力 绝对要比在场任何一个太上强 田修主闻言正了一下 不过还是汉手道 此该如此 你若真能仅升八品 就没必要献出天地权了 关内这边也会全力助你 早日仅升八品 好为人族效力 杨开抱拳道 晚辈可仅升八品 众人一整 有人皱眉 小子,你方才不是说 晋升开天时只有五品 如何能晋升八品 你可不要说你手上有足够多的 乾坤炉生出的开天丹 乾坤炉中生出的开天丹 那可是天地自生 允乾坤之奥妙 可助人突破智固 无视开天境修行的平静 只要拥有足够的灵丹 不管晋升时起点如何 都可晋升至最高九品之境 可是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乾坤炉乃天地至宝 飘渺无踪 偶尔现世也是昙花一现 想得到乾坤炉中生出的开天丹 又岂是简单的事 更何况 若真有这东西 也轮不到杨开来用 早就给某位八品开天服用 让其晋升九品了 人族这边多一位老祖级别的强者 可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杨开解释道 弟子晋升开天时 确实只有五品 不过在那之后 弟子有幸服用过一枚中品世界果 才得以晋升六品 中品世界果 有人低呼 更多人面露惊惨 身为八品开天 又岂不知世界果的存在 这东西比起乾坤炉 生出来的开天丹来说 更加难得 有人开口道 传闻这世上有一株世界树 生于太虚之境 而太虚境更是承认难以进入 你莫不是进入过太虚境 杨开点点头 早年无意间被卷入其中 在太虚境撕混了些岁月 也是在那里得了世界果 一阵唏嘘声响起 这机缘可不小 一枚中品世界果 不但能提升一个品阶 还可以提升往后的极限成就 陆安道 独自说来 你虽晋升时是五品 可日后却是有机会晋升八品的 乾坤四处对任何一个开天境 都有莫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他们这种八品开天 一旦拥有 在战场上就能如虎添翼 但说实话 他也不愿强抢一个晚辈的东西 但大势之下 杨开根本保不住天地权 放任的话 只会让人族有所损失 所以之前他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 心里默默考量 若真的让杨开献出了天地群 自己这边肯定是要有所补偿的 最起码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护他平安 没想到杨开居然服用过中品世界国 是 杨开重重点头 所以晚辈也有信心能晋升八品 陆安微微汗手 日后多加努力 有什么需要尽管告知老夫 既然算是阴阳天的人 同在一处关爱 卢安自然是要多加照拂 人族关爱这边 虽然没有太多的拉帮结派 但自家人总是会更加亲近一些 多谢长老 杨开恭身毅力 那边田修竹没了一会儿 既如此 那天地群之事就此作罢 不过老夫还有一言相告 杨开望着他道 请长老指点 末之战场凶险万分 万事孝心 你若出事 对人族来说可是巨大的损失 弟子谨记 杨开恭身道 忠良在一旁吃笑一惹 田修 你若是知道他之前都干了什么 就不会这么叮嘱他了 田修竹好奇道 他之前都干了什么啊 忠良望了杨开一眼 这小子呀 胆子大着呢 之前伪装成墨徒 跑到墨族腹地那边 混了好几年 这一趟逢 因他们能安然归来 惩亏了这小子 大殿内众人顿时无语 个个都瞠目结舌 罗安眼角直跳 一阵后怕 你伪装成墨徒 在墨族那边待了几年 这何止是胆大呀 简直是无法骨天 田修竹气得嘴巴哆嗦 你这要是被识破了身份 出了事可如何是好 他这边费尽心思 想要保住天地权 不惜以示压人 甚至不顾颜面 开口要杨开献出天地权来 谁知道 人家竟干出 这么惊心动魄的事 杨开苦笑不已 情非得意 他也不想啊 但虚空拥到连接之地 却是处于墨族腹地的 一处秘境中 他这边一现身 便在墨族腹地了 又能有什么办法 鲁安道 以后可不能这么乱来了 杨开不住地汗手 是 四周端坐的众多八品开天 望着杨开神色恶异 这么多年来 还真没人做过这种事 若说之前 因为杨开身负天地权 对他有所关注 如今却是因为 他本人的行为了 有人忽然望向钟良 忠兄方才所说 冯英那一批人能归来 全是脱了他的福 这又是这么回事 钟良不解释 只是转头 看向杨开 给他们展示一下吧 眼睛看到的 永远比听到的 更加清晰真实 这也是他为什么 特意去 请了一个墨图 过来的原因 就是为了方便 杨开出手展示 之前在老祖闭关的大殿外 杨开是利用体内 风筝的墨之力 来掩饰净化之光 钟良不愿杨开 暴露小乾坤的秘密 所以才多费了这一番手脚 谁知田修竹这边 已经有所推断 他根本没能瞒得住 早知如此 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杨开应了一声 脉步朝那被擒来的墨图走去 众多八品好奇观望 不知钟良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那墨图身上被中得尽致 一身力量无法摧动 被钟良丢在这边之后 便没敢轻去妄动 一直在警惕观察四周 大有要找机会逃跑的架势 此刻见杨开朝自己醒来 那墨图顿时防备地朝后退去 但他又能跑到哪儿去 钟良只是大手一挥 便将他彻底进步在原地 一黄一蓝两色光芒 忽然在杨开手上浮现出来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钟良也在紧密关注 自然他之前亲眼见过 但此时还是看得目不转睛 那黄澜两个光芒之中 传递出极为清晰的阴阳属性的力量 众目睽睽之下 映开双掌一和黄澜交汇之时 纯净白光绽放出来 那白光当头朝墨图照下 下一顺 墨图面露痛楚之色 呲啦啦的声响传出从墨图体内溢出浓郁的墨汁力 但那墨汁力却在白光的净化之中瞬间化作虚无 紧密观望的众多八平台上 瞬间瞪大了眼珠子 哗啦啦一阵响动 几乎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每个人面上都是一片震惊 瞪大了的眸子中更是溢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他们皆都是见多识广之人 却从未见过如眼前这般让他们难以置信之事 墨图的痛楚只持续了片核 很快表情便平和下来 白光笼罩之下 身影和表情都显得朦胧 杨凯收手退了回来 冲中梁微微汗手 冲中梁这才撤了自身力量 往后退了一步 大殿无声 所有人都睁睁地盯着那墨图 许久之后 才忽然有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 一人开口道 忠孝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他心中有所猜测 却不敢肯定 因为眼前所见 未必就是自己想的那样 如他一样想法的人 大有人在 每个人都朝忠梁望去 谋漏征选 想要他给个确切的答案 忠梁微微一笑 什么情况 诸位难道没看明白吗 天修竹脸色冷峻 忠修 事关重打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你可不要告诉我 这跟我们想的一样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五脸巅峰》 第4144集 《五脸巅峰》